祝你生日快乐 众人为中医大附设新竹1月3周年生日 切下生日蛋糕 新竹市长林志杰 新竹市长杨文科 还有各级的明代都到场祝贺 林志杰在致辞当中也表示 期许升格之后的大新竹 能够结合祝贺产业 医疗院所共同打造智慧医疗之都 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为我们大新竹的民众守护健康 特别表示感谢 另外也可以从企业看到了 企业在服务总是以客户作为导向 我们医院就是要以病人作为导向 病人的需求就是我们医院 最重要的一个服务目标 所以我们作为地方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也一样 这个民意就是我们的医归 最后最后就是执行力和这一个破例 就是如果是对的事情 我们应该马上就来启动 这样才能够和企业一样 面对全世界的竞争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有竞争力 我自我期许我们地方政府 也应该要像企业一样 要有快速的这个行动力 县长杨文科跟市长林直接两人再一次 在公开场合见面 致辞当中县长杨文科也向市长林之间 呼吁合作为陶前夕两岸的新建桥梁一起努力 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拜托林市长 刚好在六年前 柯建民在选立委的时候 特别提出来 那个时候我也是奉邱建长指派 还有林市长 还有你们的李鸿燊主秘 大家在商调 就两岸之间要建一条桥 当时定案 这个钱中央会补助 我们两个地方款 我们各自一半 因为地方负责的在桥中央为界 那这个刚好地点 邱建长要我协调 我们这一边 实际上新竹县这边 园区二路房子建那么多 园区九路房子那么多 实在没办法再透宽 那我也拜托 中国一 这个桥 我们新竹县的桥墩的位置 就在中国一 跟亚太美国学校旁边这个道路的衔接 那桥墩我们位置已经定案了 如果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一条桥 把它建成的话 我想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更融洽 林志坚跟杨文科两个人 在中医大院庆同框 除了肯定新竹复一的 优质医疗加汇现市民众之外 杨文科也向林志坚请托 现市一起努力改善 投前夕两岸的交通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